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终于不再是穿衣黑洞了。 一席渐变蓝裙成仙女,越来越有女人味。 说起杨子,你们是不是一下子想起了家有儿女中的下雪? 成年后的杨子不仅拥有同样必真的演技, 长相和穿搭品牌也在直线飙升, 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观众眼中的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小姐姐。 话不多说,一起来扒一扒杨子那些亮眼的穿搭吧! 优雅仙女! 杨子身穿礼服的样子看起来真的让人羡慕极度恨。 不仅有雪白的皮肤,身材也是匀秤纤细。 下图是杨子身穿蓝白网纱礼裙的样子, 胸前勾肩抹胸的设计不仅称出杨子雪白的肌肤, 而且设计感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礼服的精妙设计,给人一看有种毛茸茸的感觉, 就像清新脱俗的仙女那般耐看杨眼。 不仅是在穿着上,杨子在手腕间戴着的手环和银白色手表也是不坠, 鱼的加分项,这样一看就显得更加精致。 头上扎着的披肩小辫子,更显俏皮甜美。 礼服中不但有厚重的网纱设计,还加了大量的亮片, 隐隐约约还能感受到亮片添加带来眼前一亮的感觉。 蓝白渐变的设计还充满层次感,设计感很加分。 杨子穿的银色亮片高跟鞋,不仅对应得上这身低调奢华的礼服, 还更显气质优雅。 气质温婉。 杨子穿起礼服真的太显气质温柔了。 这身浅蓝色的抹胸长裙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浅色调的服装设计更称他雪白的肌肤。 胸前的抹胸设计采用网纱,更鲜气温柔。 礼服中还加了亮片,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精致奢华。 为了搭配上这身仙气奢华的礼服, 杨子在装饰这方面还是下足了功夫的。 奢华的浅蓝色吊坠耳环,跟礼服的色调一致, 这样的搭配不会显得跟突兀, 相反这样更显精致感。 手腕间也戴上了精工制作的精美手环, 让原本精致的打扮更加精致。 不过最精致的部分还是离不开这条礼服。 不仅在下半身裙摆的设计中让人感觉别出心裁, 腰间的束带也增添了更多色彩。 裙摆中亮片和流苏的重工设计, 增加了礼服的精美。 金色的束带和抹胸的金色奢华吊带相对应, 让这样重工设计的礼服更特别且不单调。 而且也很显温柔, 杨子穿上简直就是天仙下凡的温婉仙女。 时尚百搭。 杨子去海边的照片也火爆全网。 同样是看海, 杨子这身百搭时尚的穿搭让人一看就一步开视线。 白色的帽子, 披肩的长发, 身穿白色的T恤, 这样的穿搭真的是永远都不会采雷系列。 但是杨子精致的五官和雪白的肌肤, 又把这样简单的穿搭穿得不简单。 白色T恤搭配浅蓝色牛仔裤化身, 呈清新俏皮的小姐姐。 虽然没有任何精工制作的饰品和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 但是白T恤搭配牛仔裤真的太适合去海边游玩了。 有着海洋同样色彩的清新感, 朴素的穿搭依旧很美。 浅蓝色的牛仔裤与白色T恤的衔接刚好展现杨子纤细的腰身, 看起来活力又性感。 一身浅色调的穿搭日常不突兀, 身穿白色的运动鞋让穿搭更显日常休闲, 说她是清新朴素的元气小姐姐没错了。 这身打扮整体看起来更显年轻感, 比较适合出门游玩。 既不会或许奢华, 也不会太过于低调不显眼。 最后说一下杨子的余生请多指教, 离播出应该不远了。 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位好看又有实力的小姐姐作品吧。 肖战空降超话社区登上热搜。 粉丝刷屏预祝演出顺利, 非常温馨。 最近, 网络上出现了关于肖战的热搜话题。 内容是肖战的空降超级聊天社区。 这个非常小的细节被粉丝捕捉到了, 引发了粉丝们的大狂欢, 纷纷刷屏祝福肖战梦如梦演出顺利。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和小飞侠一直互相关心。 这种温馨的场面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感慨万千。 据悉, 肖战百忙之中空降了超话社区, 此时还登上了热搜榜。 更妙的是, 相信肖战也很开心。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一个优质的偶像, 也是一个优秀有实力的演员。 自出道以来, 肖战为观众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表演。 事实证明, 期待肖战没有错。 肖战没有让观众失望。 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 大家都很感动, 纷纷开始刷屏祝福肖战演出顺利, 尤其是刚刚在深圳结束的《如梦似幻》。 西安站拉开帷幕。 期间, 肖战还参加了品牌代言活动。 肖战的演艺事业非常红火, 如日中天, 从未受到影响。 现在看到肖战一路顺风, 心里很开心, 也很感慨。 总之, 祝肖战一路走好。 小飞侠永远和肖战站在一起。 我也在这里表达我的态度。 所有的造谣和挑拨离剑, 对于肖战和小飞侠来说, 都是完全行不通的。 他们非常信任对方, 不会受到影响。 肖战虔诚似锦, 期待与肖战相遇。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